有些小萌族,我就是萌族,技术一点也不萌很凶的 好久没有来过祭堂了,今天决定和小跟班来祭堂娃娃 光子现在什么情况,落地都不给枪了 小呆瓜们都陆续落地了,不该这么玩的 终于抢到枪了,这下已经小呆瓜们都不怕了 小呆瓜还想跑,看能跑哪儿去 直接凉了吧 哎呀妈呀,你想吓死我呀 我飘湿的时候突然冲过来,要不是我反应快,我都凉凉了 怎么有辆车朝我冲过来了 吓死宝宝了,还想要撞我 没撞到我,直接翻车了吧 呵呵,直接打车就可以了 这两人是直接过来送快递的吧 两个快递员的装备这么好啊 一会儿绝对给你们五星,好平 读句话来了,先前往安全区吧 谁在我打药的时候打我 真是什么情况,机器人都开始堵桥了吗 现在的机器人都这么聪明的吗 看样子以后不敢小瞧机器人了呢 谁打我,打得这么疼 赶快藏起来回点血 谁又扔了一个燃烧瓶啊 看样子,岩石上面有小呆瓜呀 那我就用手雷炸死你吧 算了算了,还是快跑吧 扔不好手雷掉下来就是炸我自己咯 有个小呆瓜怎么在看风景呢 你这样看风景不好看的 要变成一股绿烟看才有意思 他居然没有挂 看样子,是还有队友啊 扔个手雷看看能不能扎到他呀 跑得还挺快的,都看不着了 他队友好像在岩石后边呢哈 那我就撑过来征结你们了 哈哈,小呆瓜的名字挺有意思啊 同步带绿帽 你是带太多,产生阴影了吗 山坡下面有小呆瓜 见蛇皮走位不错 回手,他 哟,回头一开看不见 走位,走位,走位,走的干 哈哈哈哈,难受 这是真难受 打这么多枪才打到一下 他的队友也在了 这俩人的走位太厉害了吧 先不管他们了,快去安全区吧 血量好高啊 稍微一跳就掉下 快跑,都去来了 什么情况 我竟然被摔死了 嗯哼,不带这么玩的 我的鸡呀 喜欢盟主的朋友 记得关注一下盟主吧 每期我都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小游戏 千万不要错过哦 拜拜